我看了香港演唱会和北京演唱会过后的片段 他们的过后的报道 据说你们在开场的部分 有一个两分钟还是几分钟的赛车的短片是不是 所以有什么劲爆的内容吗 关于这个赛车的片段 关于负责开车 是 其实阿兴是提到前提到 警察在台湾的家庭里找到两个费车 关于负责开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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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车被购买了二手 其他人被购买了他 你一不只开车还有坐牢你害怕吗 那其实那天拍那个短片 其实我们真的花了很多的时间 因为我还记得 因为其实对这个片子我们也不能说太多 因为一定要大家到现场看了才知道 就是只透露一点点 就是很精彩 拍了十天 对 整整拍了十天 而且都是从晚上一直拍到隔天的早上 晚上拍到隔天早上听起来不辛苦 连十天耶 晚上开始拍你爽爽的 是 比较凉 其实我们花了很多的精神在拍了这个电影 那飞车的镜头其实真的还蛮刺激又蛮危险的 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关于那个车的部分 刚刚有听到 第二个问题后面可能没有听到 就是五月天感觉上收入很丰厚 干嘛他们那么省是不是 谢谢你帮我们问这个 我们也很想问他们的问题 其实我们也很想问这个问题 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开口 刚有人问了 我好开心 那个 关于车的问题 我觉得其实现在当然就是 整个也就是还在 对 司法在调查当中 那我觉得 唯独我觉得我现在 因为这件事情学到了一个教训 因为我觉得 怎么说 就是 圣选朋友 对 我觉得圣选朋友很重要 因为我觉得我动不动都是那种 就是对待朋友都是那种 好像很 怎么讲 就是好像都把心都掏出来了这样子 对 那我觉得以后不能全掏 对对对 要稍微 你对我们也是这样一半出来就好 对我们也是这样吗 也一半都不行 对对对 就是一定要 要把那个心门给关进 对对对 不能随便对朋友 太信任朋友这样子 那但是我觉得 嗯 还有一点就是觉得 呃 我知道 这次也要很感谢我这次 我台上的这个四个兄弟这样 那 谁跟你兄弟 喂 哈哈哈哈 朋友 对 朋友 圣选朋友 对 那那我知道觉得 呃 对啊 我这 这次碰到这个事情 其实自己也觉得很 很很难过 对啊 那那也有四个兄弟这样很挺火这样 那 诶 你的第二个问题呢 干嘛这么节省 哦 其实第二个问题呢 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 就是因为 因为最近我们 录音室又在装修 然后又花了不少钱 对对对 那所以 但是诶 现在我觉得 也是经由这次的事件 要告诉大家 以后 呃 直接买新车就是 现在你心情还不会受到影响 哦 现在不会 因为今天是我生日 哈哈哈哈 祝你生日快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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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呼呼 好 哦